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为了做到两岸统一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 不惜兵荣相见 这样的表述多国媒体专家 做出分析评论 前澳洲总理陆克文认为 习近平可能连任第四届大陆国家主席 台湾问题最紧张的时间点 会落在2030年 陆克文同时分析 未来五年 如果台湾和美国没有挑衅行为 习近平在军事经济上 是没有能力统一台湾 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后 台海局势也跟着升温 比较十九大和这次对台论述 最大的变化是统一障碍 从台独分裂图谋 增加了外部势力干涉 另外还有统一意义 之前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 二十大换权党的历史任务 TVBS新闻张志明 林明珍 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